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做小黄鱼豆腐汤 大家都希望能够炖煮出奶白色的鱼汤 但是不是所有的鱼都能做出来这种汤的 一定要脂肪比较多的鱼才能够炖出来 现在来看看我们今天做小黄鱼豆腐汤的材料 屏幕上这些就是我们所需要的所有东西 我这一包小黄鱼是340克 你不一定要按照这个标准,差不多就可以了 当然多一点炖出来的汤会更浓一点 我们先来把豆腐切成1公分左右厚薄的大片 小黄鱼去鳞,腮,还有内脏 洗干净以后用厨房纸擦干 但是一定要把鱼头留着 鱼头留着可以帮助熬出更好的奶白色的汤 锅里下油,多下一点 烧热以后中火煎豆腐 一直煎到两面稍微都有一点焦黄 不要煎得太过了 有的人煮豆腐鱼汤的时候不用煎的豆腐也是可以的 但是因为你煎了以后它在滚汤的时候不容易煮散掉 所以通常我做的时候会把豆腐煎一下 现在我们来用小火煎小黄鱼,也是煎到两面焦黄 小黄鱼一定要小火,刚才煎豆腐的时候是用的中火 因为豆腐比较水不是特别好煎 小黄鱼如果用中火很容易就煎焦了 不要经常翻动它,慢慢的尽量把一面煎黄了以后才翻过来煎第二面 能够把鱼头煎得酥一点就最好,等会煎出来的汤才会白 两面都煎黄了以后关火,取出煎好的小黄鱼备用 用一个瓦罐,葱段和姜片垫底 当然如果你用不锈钢锅也是一样的 把鱼还有豆腐都在锅里头摆好 尽量的把它们架起来,这样汤滚的时候才会从那些缝隙里头滚上来 这样才能把汤熬得更白 倒上两勺黄酒 现在来加开水,一定要加开水 这个水要没过材料,尽量的一次性把它加够 大火烧开以后继续大火滚开10-15分钟 一定要大火,小火如果不翻滚的话炖出来的汤就不白了 因为我们这里买的料酒都是咸的 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尝尝咸淡 按自己的口味加一点盐 加一点葱花 还有香菜末 喜欢的可以加一点白胡椒粉 这样我们一锅奶白色的浓浓的小黄鱼豆腐汤就做好了 非常鲜美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集再见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